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26号星期五 关于国泰航空 我老婆特别想听我说说 是不是 其实我跟你说 这事我大看齐看了 我都懒得看 特别狗血 就是为了个毯子 给不给 你知道吗 然后会不会说英语 然后不会说英语 就没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有一个空景 说是咱们大陆的一个空景 到国泰那好像是实习的一段时间 然后说国泰还不留 不留大陆人 只实习完就得走人 反正也是把国泰抱怨一大顿 我要跟你说什么 这个事我想聊 为什么 因为聊的话它不是聊国泰 你懂吗 就真正歧视大陆人的 不是国泰 不是光国泰歧视大陆人 其实我以前讲过 我在讲别的时候提过那么一两句 就基本上从海外来讲 只要是在海外出生的这些华人 我不是说 当然他在大陆出生 然后后来移民出来的还好一点 我说只要是在海外出生的 就他出生地就在海外 就不在中国 非中国地区 当然我这个海外就把香港和台湾也都算进去 好不好 香港台湾都算进去 就非大陆 就只要大陆之外的这些出生的华人 我跟你说 80%瞧不下多人 只要是在外面出生的 基本上都这样 那为什么 因为他在海外出生之后 他实际上有的时候这种歧视 有的人总是说 别人歧视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国人不好 说国人都是非拉宾族 这个那个的 说他们应该歧视我们 因为了解我们才歧视我们 其实不是的 我告诉你 绝大多数情况下 就我了解 实际上是不了解才歧视 真正了解的发展到好了 这些在海外出生的这些华人 基本上就这样子 如果他真的有几个大陆朋友的话 其实他的大陆人还没有那么歧视 这些人绝大多数知道吗 就是说他真的没有接受大陆人 也没什么大陆人朋友 或者他的工作岗位里面 就是说遇到一些大陆人 他就认为他认识大陆人 聊天大陆人怎么回事 这种人是最其实大陆人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舆论宣传 海外的整个舆论宣传就是黑中国 骂中国 你看你在YouTube上 你看看中文媒体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80% 对不对 80%都是黑中国骂中国的 多了之后他编 你好莱坞的影片 福满洲什么的 对不对 你看到中国角色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多年以来都如此 然后港台一直都是仇恨大陆 台湾整个的国民党的教育 国民党教育都还好一点 国民党还严慌死孙 复兴中国了 复兴华夏了 民进党那边就更弯 民党那边不光是大陆人 民党连外城人都瞧不起 王健全这次选总统不是说吗 说我这个外城猪对得起台湾 对不对 你想把老师骑成什么样的 对不对 他说这种话 对不对 你就说台湾本省的 不要说对大陆人 大陆大圈仔 对不对 本省的 他连外省的都瞧不起 管外省叫外省猪 对不对 连外省人都瞧不起 所以你要明白 人家真正讲的台湾人 都不包括外省挂的 人家觉得你外省的赶快回去 你们都来了多久的 应该该回家路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明白 你想连外省人瞧不起 更别说大陆人了 你懂吧 香港更是如此 香港说粤语的 说粤语的普遍瞧不起的 就是说不能说粤语的大陆人 你懂吧 他就这样 他觉得他比你多一门语言 对不对 好像是怎么着一样 但其实也没比你多一门 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 他其实他也就那一门 对不对 但是由于他反正经济发展好 他就觉得他有这种优越感 我来美国之后 也发现了 就是说普遍来讲 说粤语的 就是说有一种优越感 当然了 最近这几年的 越来越不行了之后 由于优越感崩溃了 自卑心越来越重之后 自尊心就越来越强 反而更加的敏感和脆弱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不清他到底是 他到底是歧视你 还是他的自卑心作祟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他是有种自卑 你真的你想 之后你发现 就港台 原先20年前的时候 其实对大陆人 没有现在这样子的 这种敌视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他是完完全全 站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 来俯视你 知道吗 那个时候对大陆人 其实没有这么的仇视 他就是觉得你很可怜 他倒不然有同情可怜的心态 但20年之后 到现在来讲 他其实带着一种敌视的 一种态度来看大陆人 就是说有一点点自卑了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从一个优越感没有了 之后变成那种自卑之后 就更加的这种 你总感觉好像大陆人 伤了他自尊一样 你知道吗 如果在为你服务 在地上下自卑为你服务 那简直就是真的 就是无地自容 他自己本身就无地自容 但是有的人说 说国泰的空景 瞧不起大陆人 是因为大陆人有什么问题 大陆人不好 大陆人难搞 大陆人麻烦 其实有的时候 他是一种态度 你懂吗 态度他是一种 就是说是互相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比如说我来坐你的飞机了 你空景来了之后 你看了外国人 你的那种态度 你的那种神态 你来了 你看我一个大陆人 你看我的态度和神态 你不用说话 我都知道 你觉得你隐藏的很好 你觉得我看不出来 你瞧不起我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是好莱坞演员 对不对 关键是你也没有尝试去演示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大陆人他不高兴 有的时候 对的其实是你这种态度 你懂我意思吗 是对你这个态度 是你先对我的态度不好 我才对你不好 但是你觉得我难搞 是让我觉得你 你一杯水不能端平 你没有一日同仁 所以我诚心折劣你 我诚心跟你作对 你懂吗 所以你就觉得大陆人难搞 实际上就是说 重瓜得瓜 重夺夺斗 如果你来 你太多态度就特别好的话 他可能也就好搞了 你明白吗 然后所有对那些 所有那些人说 四东哥你不知道 大陆人可烦了 我跟你说 我要当副院 我都不愿意大陆人 我觉得这样子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还是 还是这么一句话 我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有可能 但我也在思考 我也在反省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可能我待在位置不一样 我在大陆呢 我觉得我可能 我待在那个位置比较好 我父母呢 都是这个 都是 老三界 老三界呢 他还是读过点书的 你知道老三界都属于文化人 你知道吗 老三界后边那一代就彻底完 因为后面就赶上时间文革了嘛 那是彻底不读书了 彻底放羊了 但老三界是真正读书读上来的 我父母都是老三界 而且我父母都是 这个文革一结束之后呢 马上就去上大学了 我父亲是文革结束之后 第一年恢复高考 我父亲参加了第一件高考 参加之后呢 就去上大学 我母亲呢 当然被我父亲晚了几年 但是也是上了大学出来 所以呢 他们就是 你就在文革之后 你上过大学还是挺 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你只要上个大学生都叫知识分子了 你知道吗 当然那个年代啊 那都是这个 就是说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我觉得我父母可能接触的人 然后以至于到我们后来的这种 在社会待在这个位置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当很多人跟我说 说大陆人对服务员不好 这个不好 那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呢 我认识的人普遍来讲素质 其实还可以 其实不算太糟糕 对服务员来讲 我觉得不算太糟糕 大体上都是客气的 一是同仁的 你懂我意思吗 那至于你所处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亲近朋友 你的同学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觉得如果你认识的人 你的亲近朋友 都是那种素质非常低下的 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 急速的提高你的社会地位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待在这个位置有问题 你就好像 我举个例子吧 突然说这个 像什么来的 就是前两天 不有一个就那个 唐山烧烤店 那几个男的打那几个女的 对不对 后来男的判了24年 还记得那事吗 那里面不就是吗 那男的反正跟那女的又不怎么着 那女的过来之后 啪啪 两个女的两个酒瓶就碎在她头上了 直接就搁头上就 酒瓶就碎了 对不对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要明白一点啊 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是不一样的 我从小我上的学 还都非常好的学校 虽然我不好读书吧 但是我母亲 因为她比较那什么 都弄的都是好学校 所以我要跟你说 我上的那都是比较好的初中高中小学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只能跟你这么说 在我认为 我的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小一同学 这女生里有半年女生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女生 是能够就是说三两句话 一说不对 马上酒瓶了 抄家就能给男的碎头上的 我认识的女生没有 我交往的这个社会圈子是没有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的这个社会圈子是没有的 我不光是我的同学 我的亲戚 我的朋友 女性 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能够做到 就是说马上有啤酒瓶子 就碎头上的 是没有的 但是这就是 当然了 你要明白一点 当然我也在反省 因为我待在这个社会位置不一样 那当然 有的观众朋友说 那我靠斯东哥跟你说 我们班女同学 我跟你说 有一半女同都能随着碎头上 大哥 你上那学吧 我觉得也是个好学校 能人背出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 我觉得我接触的大主人 素质普遍还是可以的 那至于你接触大陆人素质不行的话 那就有点 那你再反省一下 好不好 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这些大陆人 都素质高 但是觉得95%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你的服务员 你态度好的 我们这边态度也是好的 但如果你来了之后 你态度就不好 你就丧档烈烈的 谁也不是傻子 那我肯定就要折对你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有的时候 我跟你说服务员 也在这儿好 就是说你跟他态度好 他不见得跟你态度好的 你知道吗 那当然了服务员态度不好 那我们该开卷 也是要开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有的时候 你还要交叉一下 就是说这个骂街 他也是这门艺术 你知道吗 你看在骂街的时候 他充分体现你用语言的这种能力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创造性 在骂街的时候 是零零几次能够体现出来 你知道吗 你死都在这方面 创造性那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 但是呢 我绝对不会主动的去那个什么 知道吧 但是这个什么的话呢 对不对 就是你也别蹬鼻子上脸 对不对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关于国泰的这个空景呢 就是在这儿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说双方 你说其实 我觉得大陆人也很烦国泰的空景 国泰空景也很烦大陆人 但是这个仇恨的种子 什么是中效的呢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西方的媒体 就是说他从小就灌输了这个种子 他留下了这种东西 然后呢 他呢也没有认识几个大陆人 所以呢 就是这个仇恨的种子 就越来越来越多 到最后呢 大家就只能就是这样 就为什么你看这香港反风 反风中事件之后 很多大陆人 其实是支持老共的 支持老共就应该整整他们 就觉得这个香港人干嘛 动不动老巧皮大陆人 这个那个的 老子又游泳 迷之优越感 不知道从哪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所以呢我其实当时有的时候 我说香港人应该想一想 就是说你不要总觉得 你不要把那种悦感 就是说你稍微演示一下 行不行 你稍微演示一下 你不要把那悦感堆在脸上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呢还有一点呢 你需要大陆人的帮助 你明白吗 就是你出来你要口号 不是说我香港要什么 而是中国人要什么 我们是一个中国人 你要融入这个群体里来 把中国人煽动起来 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好处 但是你有吗你没有 很多香港人在喊口号的时候 非常明显的把大圈仔和他们高贵的香港人去区分开的 你懂意思吗 那你这样子的话 那就对啊 就是 那你就没 就 你要我说什么呢 好不好 然后这个 不光香港啊 马来西亚怎么样 泰国 你新加坡的华人 其实多多少少多一点 你加拿大的呢 只要是 我不是说移民过去的 我是说在这边出生长大的 因为他整个那边来讲 他就受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嘛 就是说老毛啊 习近平他们也是经常讲 就是习近平不经常讲吗 就是说老毛的时候是解决挨打的问题 对不对 邓小平解决挨饿的问题 习近平想解决挨骂的问题 就是挨打挨饿挨骂 那现在就是挨骂 名声很糟糕 大陆的大陆人在海外名声很糟 非常的糟糕 那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大陆人就不干 跟他们吵起来了 吵起来之后呢 他就 他前面怎么去侮辱这个大陆人 他不录 他把大陆人发飙的时候呢 开始录 对不对 那我有时候开始卷阶了 那你录我 那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我不会无缘无误开始卷阶 对不对 我要开始卷阶肯定是 他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个原因你不录下来 你不讲清楚了 然后你光录我卷阶 那行了 那 对不对 那对吧 那你就学一学习怎么骂街吧 所以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嗯 我希望吧 希望 但是希望没有用 你知道吗 因为在海外来讲呢 现在老共就是挨骂 不光老共挨骂 国人也都挨骂 中国也都是在挨骂 目前就这么一个现实情况 是一边倒的 在骂这个中国人 你看你现在的推特上 你看你简体中文推特上 你看他能看吗 真的就跟个粪坑一样 真的是跟个粪坑一样 甭管中国出了什么事 都是上纲上线 都是上纲上线 就没有一点好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就是说这么多了之后呢 就是说 他慢慢的就开始影响了 这个其他人 你明白吗 那这个东西呢 想完全全扭转过来 恐怕很难 而且甚至呢 我跟你说 恐怕都不是一代人 能够扭转的过来的 就这代人基本上就完了 因为这代人他从小看了 他耳濡目染的 都是这些东西 你想让他就是说改善对大伙的观点和看法 这个很难 还有一点呢 我跟你说啊 你看香港呢 我们都算了 你知道吗 台湾我跟你说 是最让人就是说伤感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那教育 都觉得台湾都是我们同胞 我们应该怎么好 我们应该 你知道吗 对我们对台湾人那种感情 对别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从小那种教育就是 总是觉得台湾好像是这个 就那种 但台湾人从小那个教育吧 你知道你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好一点 我现在大体上 我知道怎么跟台湾人去相处了 我刚出国的时候 不太明白怎么跟台湾人相处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他是非常的不小心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台湾人他是这样的 他只要看你大陆人之后呢 他的这个身上的所有警觉都小了 汗毛都立起来了 知道吗 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看着你 然后你稍微不小心的时候 就会引起误会 只要引起误会之后 他一定不往好处想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吗 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 你懂吗 就是这个事做错没关系 但大家都没有误会 都往好处想 这个事呢 其实就是这个误会很容易就消除了 但是如果呢 他往坏处想的话呢 这个误会永远都消除不了 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明白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跟台湾人在交往的时候呢 我稍微就明白了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呢 就从头就不要有任何误会 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 不然的话呢 没法解释清楚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呢 就是要非常的小心 主要就是他这么多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这个 这个教育 你知道吗 那么有一些呢 这个 对啊 就是你会发现 咱比如说大陆人啊 就是这个台湾他们本省跟外省的这种联姻这种通婚 很多时候都会引发很多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 就是 以前我忘了是谁啊 就是 他是这个本省的 然后一定要娶一个外省媳妇 没把他爹气死 真的就是真的是要不打鸳鸯啊 最后呢 就愣娶了 哎 娶了之后就是你猜怎么着 哎 把这个外省媳妇选完之后 他的儿子突然就没有了 说点事没有了 然后他的爹吧 就天天怪这儿媳妇 就觉得儿媳妇把他儿子 他 你说是他把他克死的吗 肯定不是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有这个误会 而这个误会一旦形成了之后 就难以消除 所以呢 一定要从头呢 就最好就不要有这个误会 你知道吗 那他就他这一辈子就认为 一定认为是这儿媳妇把儿子给克死了 嗯 永远都解释不清楚 你你你懂我意思吗 就 就不想见这儿媳妇 但是儿媳妇跟他儿子还有孩子啊 孩子 但是这个他是爷爷啊 那那你懂得意思吗 所以这个事呢 就 没法说 你知道吗 就真的就是这个 你就想吧 这台湾的本省级外省级的都 都都都到了 最后就是说觉得 我这个外省猪对得起台湾 啊 都都人家气到老头气到什么 什么地步了 对不对 都是都是如此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没有办法 这种歧视的是根深蒂固的 它不是一个公司的问题 有人说是国泰的企业文化 这不是国泰的企业文化 这是香港的人文精神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香港文化 这个骂大圈仔 瞧一大圈仔 这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东西呢 他是他是没有办法的 好消息呢 就是老习呢 现在正在想办法 想要让香港人呢 以后呢就都不要呢 再说这个这个粤语了 都要说普通话 他一直在想办法 大量的呢 从这个大陆呢 就是说弄这个讲普通话的老师过去 去去教 那我相信等 最后吧 最后你们相信我 最后就是说 我还是那句话 最后就是北上广深港 最后香港呢 就跟北上广深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最后呢一定会一样 等到那一天的时候 大家呢就没有谁呢 这个在 也不会的 我跟你说 就到了那一天 你怎么样 你还是会互相瞧不起的 你北京 你这个城南的和城北的 互相瞧得起吗 你天津的呢 对不对 我妈一说 哪哪哪哪 尽量不要啊 不要娶啊 不要这个谈恋爱啊 我跟你说啊 你你对不对 那上海呢不也是吗 那上海 我有一人一个说说 我我妈从小就跟我说 说那个哪个哪个的 那那那江那头的啊 那都不能娶啊 绝对不能不能 谈恋爱都不行啊 不要交女朋友 不要交那个的 我跟你说不能娶进门 对不对 都是上海人啊 上海人还瞧不起上海人 北京人瞧不起北京人 对不对 那北京人一起呢 瞧不起外地人 对不对 然后北京里面成男成百家 还互相瞧不起 天津呢不也是吗 天津首先瞧不起外地人 然后其次呢 再互相瞧不起 所以呢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你懂吧 就是 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解决不了 然后国泰这个事呢 反正闹得就不愉快 然后呢 上面呢我看他们好像 他们老总还写在内部的信 要说我们要改变这个写文化啊 怎么样 这是一个什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用词还是非常恳切的 但是你相信我 没有什么用的 你知道吗 那些员工都是嗤之以鼻 心里反正更不高兴 你知道吗 只不过呢以后呢 可能呢 会把对大陆人的这种瞧不起呢 尽量的伪装一下啊 稍微的让你呢 就是说呢看不出来啊 但是呢我想呢 这也就 这就可以了 也就这意思了 对不对 你杀人不能诛心嘛 对不对 人家伪装一下就完了 人生呢 如戏 全凭呢这个演技 你懂吗 但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就是随着物质吧 物质吧 就还是我们讲的鲁迅那个文化片质论里边 鲁迅说的那些话 就是说实际上啊 自一百年以前到现在都是让说什么 物质崇拜论 就是说谁的物质搞得好 哪个国家最富裕最富强 老百姓最有钱 日子过得最好 大家都崇拜 其实是崇拜物质的 你给我讲什么义人形象 这个那都没用 你明白吗 最后就是物质 谁的军事能力最强 谁的胳膊最粗 知道吗 国际政治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 实力说了算 所以呢就是如此 随着中国 当然这个实力越来越强 经济发展越来越强 我相信呢对待这个华人 对待大陆人的这个态度 也会呢有所改变 但是呢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李鸿章最后我记得 他不是他临死之前写的一首诗吗 他最后了一句话 是吧 海外尘分尤未以诸君莫作等相看 中国要发展的好 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去想办法 都要去想办法 都要呢去努力 当然了有的人认为就是说 共产党不好 那没关系 你去努力推翻他 你去努力推翻他 你认为怎么好 那么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明白吧 然后大家最后有这个力量 其实还是会合聚在一起的 最终呢 会这个推动中国的这个发展 那随着中国的发展之后呢 呃 我觉得 总体上来讲 最后大家肯定对华人的这个观点呢 最后还是会 呃改观的 好吧 呃 那要有信心 未来会更好 好吧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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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